朋友们,我是慈弥老张 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件重器 这是一件从来没出事过的大一壶春萍 原青花,而且是上等的原青花 跟大家从它的顶部入口处进入内堂 我买了一个这种带线的摄影机 它不太听使用 慢慢地进入,从口部,上口部进入 我们再从底下再回来 看这一圈能看到什么 现在看的是颈部 往下走这个肚子就要大起来了 看到了第一个结痕 这个麻藏肚很有意思 纯正的麻藏肚 它很难粘脏东西 尤其是粘上了也很容易洗掉 看这是第一道结痕 继续往下走 它进入了这个有股春萍的肚子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了第二道结痕 再往下走一点 对,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一点 这是第二道结胎痕 它的结胎痕没有那个挤压出来的那个泥 是因为它大概结完以后用竹刷在里面扫了一下 在吐湿的时候就扫掉了 继续往下走 就要接近底部了 这个东西一定是在外边放过 日本的环境很恶劣 所以它比较冷吧 冬天看到了这个白色的就是它底部有一块冻 北方叫冻酥了 掉下一些随着里 它破了 麻藏肚是非常洁白的 然后我想转一下这个镜头 然后再往上走 然后还在这块土 它这个底部就这一片是冻酥了 然后很容易取样本去化验 它是麻藏肚 就不用早眼了 你看它上边有脏东西 就是水泡过的痕迹 后边它有这个猪刷的那个刷纹 当然竹刷纹在进货炉烤一烧以后 它会变形的 我们开始往上走 从底部 我们又回到了第一个 从底部数的 除了底是接上的 算第一个接待分 这是第二个从底部数 然后慢慢往上走 看那个麻藏肚 跟磁石的都弄得很细的 这是一件 大概当年是想给什么非常重要的人做的 就进入了这一块 比较纯正的麻藏土 它不能粘泥 然后周围稍微不纯正 就会粘很多脏东西 第二道 这是从下边数的 第三道结痕 就进入这口言部分 这个静部 然后这个进入这静部的小口 然后再往上走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 它痕地 然后朱砂痕 这上面进入了口言部的那些上右 原来的窦青 都已经表面被风化了 这毕竟是700多年了 所以从静部的镜头稍微换一下角度 从再往上走 看到了上面的口言部分的那些 都叫什么 淡青柚 淡青柚后上面又厚厚的一层薄镜和布满了那种 风被这个小黑气泡 满满的很多很多 遍布的非常均匀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口言 它这个余霍春平顶部那个口言 往下翻 然后就看到它外边的颈部 这个颈部就是那些芭蕉叶 看芭蕉叶这些苏玛丽青 非常清晰的那种赞珠纹等等流动性 当然这不是横着的 我是这个瓶子是躺着的 所以我这样录 它就看着像横着一样 实际上是 这个左边是下部 那个下垂的 这是我上手过几件 真正的苏玛丽青瓷器的这个蓝料 这个苏玛丽青料最好的一件 最纯正 它 我下边会给大家做一些视频 看到它真正的宝石烂 非常非常的美丽 然后它这右手非常的厚 它的一个苏玛丽青料 很少能冲出右面形成体秀奔 这是它接近第一步 这个磁足的地方 然后我看一下 你看这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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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通常用的那种斜切一刀 然后这个磁足上平平刷或者切一刀平把它高平 然后这个工匠就要从中部在这个旋转的这个脚踏的这种板子上一边旋转 然后它这个切刀是这个切刀是斜放的 所以出现一些纹路 如果是平放的就会出现那种跳刀纹的那样的 这个看中心点 因为在这斜刀底面也是有宽度的 你看中心点也出现了一些跳刀纹 然后它慢慢地拉着这个竹刀往外走 然后就形成了这种螺旋式的 就是说那个刀的那个尖就刻入了这磁底 形成了那种勾勾 然后这是磁胎 磁底的基本症状 绝对是大开门的马桑图 形成的这种非常洁白的 烧得也非常好 刀火候的 麻藏土不一定有霍氏红的 霍氏红跟当时的药内环境有关系 这还是它的地图部分的 把这些照片 我给大家照几张照片 看一看 这是那些脚痕 这个是一些给它画的图片 但是这个方向不太对 因为这个相机头不听我使喊 你看到的不一定上下左右这样的 它是混乱的 看看那些个叫做 倾恒 实际上就是流动 在右下流动 卖主告诉我 这是由一个美国驻日本的军官 多年驻扎日本的军官 从日本带回来 我看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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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一会儿